这个当中矛盾出现在哪里 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它界定有点模糊 那怎么办 癥结在这里 这个就是矛盾所在的 这个癥结的地方 所以呢 大家好我是田姐姐 欢迎来到田姐姐和哈娜的频道 衣服也没有换和上一期视频一模一样 要不了解 为什么我会聊这一期话题的 请先关注我们 然后去看一下上一期的 关于德国小费文化的这个话题 就是大家经常会吐槽到德国以后 经常会发生的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就是仅限于在德国 那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华人小伙伴们 遇到过在德国 尤其是在德国 或者说是华人开的餐厅 有过非常不愉快的这个 这个餐饮体验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作为我在这个一个德国 作为一个非常正规非常大的 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 日本餐厅工作了两年的人 给大家做一些我个人的猜测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再提一句上一期的话题了 上一期为什么我用了那么长时间 给大家聊德国的小费文化 那么德国是有小费文化的 德国的小费文化正常是在5%到10%之间 那么现在呢是逐年提高 给到10%以上的德国人的比例在逐年的提高越来越多 但是德国的小费文化不强制 不是写在账单里面的 所以呢就是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付 除非你对这一次的这个服务特别特别不满意 那么你正常的德国人是肯定会给小费的 多点少点给5%也好 也是会给的 那么为什么呢就说到这一期就聊到这个 这个钱本身的意义 小费小费其实就是给到给这一次餐饮服务的 整个一个服务满意 给到这些服务中参与所有的工作人员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奖励 小费其实是在德国严格的意义上是一种奖励 就是是一种赠予 所以小费是不用交税的 因为它是一种赠予 它是你送给他的一种国外的奖励 来肯定这一次的服务体验 对你来说是正面的 所以说除非你是负面的 你吃的也不好 你服务也不好 你怎么也不好 你怎么都不好了 那你才不给 那么对于这个这个餐厅所有的工作人员来说 小费是他们的收入的一部分 不只是服务员 包括这个吧台的工作人员 包括厨房的这个厨师 包括后面的洗碗工 因为这条视频很可能也会被在德国的餐饮同行看见 所以必须在这里解释一下 德国小费需要评分给同事 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法律条款 只是一个行业内的普遍现象 包括所有的参与这个这个餐厅工作的工作人员 小费都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 虽然这个在每家餐厅它的比例不一样 就是每一个工作人员拿到小费的比例不一样 但是绝大多数的餐饮行业的工作人员 小费都是他收入的一部分 那么就这一点来说 大家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就是小费 最起码对餐饮行业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么重要 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是非常非常低的 就是你当然你也可以跟我抬杠 你说非常非常低 也高过这个国内的餐饮工作人员 人家就拿两千块钱 你们这拿两千 这个杠就是你对 我还是这样说 我只能按这个数据来非常理性的告诉大家 就是德国的这个餐饮行业的通常 尤其是服务员 这个他的底薪是拿的德国的最低的工资 他就是拿最低 拿最低的工资 那么所以呢 小费这件事情是他收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个当中矛盾出现在哪里 一部分就是 现在我就说这个支付小费方 那么到德国来的这个中国人 尤其是旅游的中国人 因为在中国其实是没有小费文化的 虽然大城市可能偶尔西餐厅 偶尔就是也是因为西方文化的这个影响 但是呢 中国总的来说是没有小费文化的 所以中国的游客到海外去旅游 他在亚洲旅游 他可能也觉得没有小费文化也很正常 那么他到欧洲来旅游呢 他觉得我为什么要给小费文化 他觉得我如果去一家中餐厅 他觉得老板是中国人 他觉得我既然来的是中餐厅 我吃了中餐 老板也对中国文化有了解的 所以呢我也可以 就是顺利成章的不给小费 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 那么第二个可能性呢 是有一些中餐厅 这个是有 是有的 但是呢比例不支 我只能说是有的 有一些中餐厅的老板 他确实是因为想要招揽中国的客人 他会对中国的客人说 你可以不给小费 我们都是中国人 是有的 所以呢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他界定有点模糊 就是中餐厅 有一些老板他会说 啊你不给小费不要紧 我们都是中国人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但是呢还有一些的这个 华人老板 他觉得我既我已经在德国生根发芽了 我已经完全融入了德国文化了 我我自己去别的餐厅吃饭 我也是会给小费的 那我的员工也是要靠小费 这个来过日子的 所以我不会说为了这个 一时这个情绪上的这种 这种感受啊就会跟客人说不给小费 等等等等的 那么如果这个老板没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员工肯定是会觉得 我肯定是要保证我正常收入的 我今天一个晚上啊对吧 负责六个桌子啊 我大致就是拿六个桌子的小费 我要来了六桌德国人 我能拿六桌的小费 我要来了六桌中国人 我一份钱拿不到 那怎么办 这个就是矛盾所在的这个 真结的地方 就是有的我们的同事 我的同事都已经是第二代 第三代华人了 中国话都不太会说了 完全是已经就是啊 怎么说就是已经融入融合到 这个德国文化里面了 他觉得你很奇怪 你为什么来个中国人 你不给我小费 你来个中国人 我就不给你服务吗 我一样给你服务的 为什么你就不给我小费 那么久而久之的就是 服务员看到华人 他就会比较抵触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大概率的 他们会不给小费 所以呢 这就直接造成了 你们一进店 服务员对你们态度就不好 因为他知道你们不给小费 你们也不入乡随俗 你们也不体会 我们在德国工作的辛苦 你们就觉得啊 你们觉得贵 你们就不给小费了 那我也不给你服务 贞结在这里 我一直认为贞结就在这里 这是一个蛋和鸡的问题 就是造成了某一种恶性循环 就是因为文化的冲突 造成的恶性循环 让中国人觉得 就是你越是对我犯服务态 这么差 我本来 有的人本来想物相随俗的 然后一不小心运气比较差 就进了一家这个服务员 对你好像态度很冷漠的店 他就会觉得 我本来想要给你小费的 你对我态度这么冷漠呢 我 我也不给了 我想给的我也不给了 所以呢 就造成了这种恶性循环 越不给吧 这个 这些华人服务生 就越觉得 我不想接待 我不想接待中国客人 所以呢 这个矛盾的癥结在这里 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 将心比心吧 大家也希望 大家也希望 这个 来中国旅游的 这个外国朋友 到了中国吃饭能够搭筷子 对吧 那么 其实就是我们去欧洲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面 确实是有一些差别的 那么 还是希望大家 不要因为说 是一个中餐厅 因为这些中国人 他现在是在欧洲生活的 他们每天的消费 是按欧元来算的 你去买一斤黄瓜 要两块钱 他买一斤黄瓜 是要两欧的 所以这个小费 确实是他收入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 基于这种考虑呢 我觉得 适量的 就是你 你就给5% 你哪怕说 我是一顿饭40欧 我就给两块钱 就是也是会被这些 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感恩的 你一分钱不给 他们确实是会觉得 有一些遗憾 因为 就是你对他们的服务 没有做出任何 实质性的认可 这个是本土的文化 文化就是这样的 好了 终于讲清楚了 这两集 这个事我真的是 一直很想讲 但是 坦白讲 我其实是 以前已经录过了 但是呢 我也觉得 之前录的那个 不是太全面 因为这个话题 还是比较容易 让 因为这个 我觉得这个矛盾 双方 他们各自都觉得 自己很冤枉 所以呢 这个话题 还是比较容易产生误会 所以呢 我就今天正好有时间 把这个话题 仔仔细细的聊 可能也会比较长 大家知道 我每次录都录很长 会剪掉一些 但是我觉得 要讲清楚 还是会比较长 希望你们没有觉得 我啰嗦 好吗 感谢你们的收看 这几天 反正 反正这个月还挺开心 因为我现在实习工作 也找好了 然后呢 就是 接下去就是 这个期中考试 因为要期中考试 因为要期中考试呢 我就把我的 这一段时间呢 这个工作都停掉了 工作停掉了呢 当然是会 虽然收收入少一些 但是 这个 对吧 每天的这个压力 肯定也相对的少一些 所以呢 就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给大家制作视频 我们 好了 感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